大家好 我是宅男鸿飞 我现在在吉林省长春市 这个位置呢 是在长春市非常有名的重庆路 来长春的第一天呢 就有朋友告诉我 重庆路可以逛一逛 非常的不错 所以呢 今天我就来这里 看一看重庆路的夜景 因为我感觉 看这种比较热闹的地方 晚上看会更好一点 其实是我白天闲热不愿出来 也不是这样了 因为这几天呢 都下着雨 所以呢 不想出门 我们可以看到 这有个大商场 亚太復院 前面那个大球 好漂亮啊 那个商场门口的 那个球形状的灯光 太美了 现在呢 下着雨 所以啦 逛起来有点累 门也不多 毕竟像我这么闲的人不多吧 下着雨 还来逛街 这条重庆路给我的感觉呢 就是 店非常多 就是很多商店 卖衣服的 卖鞋的 卖各种东西的 大商场 小商场 各种商场 总之呢 就是店比人多 开店的 比逛街的还多 当然 我不知道 白天是什么样的 我发现 长春呢 这个地名 非常有意思啊 就是 它很多马路啊 都是以 各个城市的 地名来命名的 比如说 重庆路啊 还有什么 杭州路啊 还有什么 我想不起来 反正 很多路都是 每个城市的 地名吧 来命名的 就像这个 重庆路也是 之前呢 我以为 这个重庆路呢 是一条 商业步行街啊 但是呢 这是商业街 但是不是步行街 为啥 这中间的车 好多呀 过个马路 挺不容易的 就这种感觉 这又是个 清明街 为什么那两边 是清明街啊 这个 对面是 海南之江 一年 只逛两次 好吧 我不说那句话 之前我老说那句话 好的 这是 前面还有地铁 好吧 还有地铁站 挺方便的 呃 不知道呢 这个 平时 周末的时候 人多不多啊 反正我感觉 这条街 店是很多的 没错 各种商店 还有各种 那个 呃 小吃 现在还没看到 小吃啊 宁馆 目前为止 还没看到 小吃 小吃 我不知道在哪 像我这种 吃货 走到哪里 都想找小吃 好了 不说话了 说多了 又热了 担铁 逛了这么久 我感觉这四周都是卖鞋卖衣服的 好像没有什么小吃 没看到小吃 就是那个街头刚过来的时候 有个小吃店 就没有再看到小吃了 那前面呢 应该走过去看一下 还有没有 前面呢 是一个商场 国立城 刚刚简单的逛了这条街 个人感觉 现在很多的沉积同伙的商业街 都没落了 因为现在的人都不爱逛街了 像很多城市 我也逛过很多城市的商业街 基本上都没什么人 就算是 在他这个城市 算是最热闹的吧 也没什么人 就是很多人都不爱逛街了 都愿意愿在家里看手机 都不愿上街了 总结了两个字吧 没落了 也不知道是 又不知道是现在的人缺全花了 还是可能都变懒了 还是因为手机太发达了 总之 现在的人都不知道上哪儿去了 街面上又看不到什么人 除了网红城市 好了,这条街呢也逛的差不多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吧 拜拜